中華館前高通警察隊 有一名洗頭的環境 過去給騙 給騙騙這四百萬 還有一騙騙集團 到了提供消耗 又做車手 有更的人因此受害 給騙騙一百四十八萬塊 這名的環境 暫時給騙過面子 只要再去再作陷 換尤其都行 兩黨告告過 他就是曾經人志地中華館 警察局 高通警察隊的都行環境 計劃者竟然身為詐騙集團的行員 不然提供靠座 又擔任出款的車手 在此中中得理 中華館前後的15號一線 將這個途性環境 以後的早期出財罪 跑出應該只行兩年到過過 這個本人有去轉賬跟提領現金 報告書基礎 日空一十年 因為島主虛擬貨幣 比詐騙數百萬 後來我們將一個詐騙集團 提供四個靠座 來動作人頭銷好 還有帶人車就來出款 農總有夠的比海人 比詐騙的驗驗到一百四十八萬多塊 當時環境率有得到 一萬七千塊的報酬就被查到 警方的警察機閃 當時環境還要更好人喚醒 雖然是稍微比警示才知道 不過其實自己就常有機場 聽到這個訊息 我們都覺得很訝異 當警察都快退休了 才會犯這樣的大的錯誤 很陷入啦 怎麼說 人民幫忙就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中華店心裡了後 可能已經跟人比海人大事好改 他早去出財上罪險 碰到一年兩國月到一年七國月不定的逃圈 下邊應該一行兩年九國月 中華健康也以聲明來表示 在那中華一兩大國來面子 不要加強落實口氣 以及加強法體的觀念 現在中華蔡芳報道